庞统终于说服了刘备 促使刘备下决心 兵进西川 开始这位刘皇叔啊 一直是犹疑不决 你说取西川吧 对不起同宗兄弟 刘张刘静玉 不取西川吧 自己这个霸业又难成 经过庞统给他这一分析 把这道理给他讲得非常透彻 在西川不取就不行了 是刘备猛醒了 又假设他想起来自己三顾茅庐的时候 诸葛亮隆军队就曾经跟他说过 你要想成大业 必须先取金钟 后进西川 成丙足之士 然后再发中原 你才能统一天下 刘备一想 现在啊 不能在前思后想了 摇摆不定 那样对我的大业 是十分不利啊 他立刻吩咐庞统 把诸葛亮以及重文武都请来 刘备这话刚说完 呼巴一下 诸葛亮领着文武进来了 感情都来了 天这么晚了 没睡啊 谁睡得着啊 这是多么关键的这个时刻啊 西川的使臣都来了 宋公刘备到底下不下决心 取不取西川呢 这可是关系到主公刘备的大业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 所以大家心里都不踏实 不仅是现在不踏实 自从上次送走了那位张松先生 重文武一直就在判着西川的消息 现在可把这位西川使臣给判来了 到底主公怎么打算 连诸葛亮也在内 希望刘备早下决心 兵取西川的 盘总啊 是有点着急了 他直接跑来见刘备 跟刘备才说了那三话 现在一听说 主公已经下决心了 把大家请来审时度事 就是大家做了一块好好商量商量 这事是得商量商量 所以刘备这话刚说完 这些人就到题了 以诸葛亮先生为首的 有庞仲 官章 赵云 红忠 魏延 泥竹 泥风 孙秦 解雍 刘备的古宫大臣呢 就全到了 这一顿商量 整商量到了五谷天明 激较三遍了 合着研究了一宿 那当然了 研究的真系 读系哪行啊 就算是刘光处下决心领人马进西川 那荆州谁管呢 把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 虽然上了船可这跳板也得顾着点 你一上船本人就把跳板这么一撤 回来上哪开着去 再说你光进兵 也得有个基地 你人哪前脚走了 后边的子重粮草 有哪供应呢 所以啊 还得顾着点这金香 经过通宵商议得出结果来了 就是刘队领人马进西川 由诸葛亮统领金香九孙 第二天一早 诸葛先生就升了厅了 升厅派将 他派关羽关羽上 聚襄阳镇守青衣爱侯 派张飞领四军寻将 让赵云屯兵将领 代管公安 把家里先安顿好了 刘队呢 刘队为主帅 亲统精兵武乱 进取西川 派老黄中为前子先锋 为延为后军 刘峰观平为军军 这刚把将派来 有人进来禀报 外边有一员大将 名叫廖化 求见关羽将军 哎呦 关羽一听赶囊僧出 说我有请 此人有恩于我呀 廖化对关羽 怎么个恩群 这恩群还不小呢 那是在关羽场 保黄草千里熊熊的时候 草草不是给关羽送刑呢 有赠袍有赠金 关公挑袍之后 从一马去追车账 车账不见了 而为黄草被山代王 给裸上山去了 要没有人家廖化呀 那二皇早就遭凶险了 关公与廖化分手之后 是一直怀念的 今天听说找到金就来了 关羽赶忙把廖化请进来 是至酒款待 然后诸葛亮就派廖望 随关羽镇守襄阳 良辰急日到了 刘备就要起兵了 诸葛亮率领着文武 以及荆州的军营 给刘备践行 十里长平送别 这夫人思义上乡 抱着阿斗都来了 诸葛亮亲手给刘备买了三杯酒 刘备是一口也没喝 这三杯酒都泼在地上 在当时来讲有点说到 那叫祭天祭地祭大齐 随后是三身炮降 刘备在义州使臣 法政的陪同下起兵了 一路行来是军风整肃 刘备连连传令 一路上绝不许扰民 是故买故买 和和其其 行程不远啊 就碰声弄啥的人马了 孟达是奉刘夹之令 领五千军兵来迎接刘备 见面寒暄之后 刘备赶忙派人 火速到义州 给我兄弟刘夹送了信 说我已经来了 刘夹听到禀报之后 是喜不自禁啊 哎呀呀 我家兄长 真是义正乌山啊 我们虽然是同宗兄弟 可是赛过 兴胜首席 兄长知道我刘夹有难 不愿数千里八道相助 前来助我 我得怎么办 他我这位兄长呢 刘夹立刻吩咐 沿途之上 给予一切方便 所有荆州来的人马 就须子顿 都由我们西川共围 这还不算呢 我要亲自领文武 到福城迎接我家兄长 并且吩咐都要紧衣相迎 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 连荆旗都得给我换新的 第二天一早 天没亮 刘夹就起来了 洗漱完毕 换得好衣服 刚要起身 只听街下有人大吼一声啊 主公 这福城一颗区域不得 主公此区是有去无患 我是西川俸禄多年 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 您不去所以 如果要去避重他人之间 避忘诸公一三四 这人说的话是生随了一下 刘夹这正高的姓呢 他听了这几句话 心里就腻了 我说谁啊这是 举目一看不是旁人 又是黄泉 黄泉的黄泉 你在我跟前这胡说些什么呀 你在我面前三三五次的胡说 你这不是疏远 我与我家薰掌刘备的租足之情吗 张松过来 主公您这话说的对 黄泉这几句话可听不到 他不单是理解你与林黄叔的租足之情 我看他还在有意无力的滋掌道寇之威啊 明明张武要打咱们 能为林黄叔好意来援助咱们 可是黄泉瞪眼珠来 他这什么意思 嗯 又张一庆 这话说的有理 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陈 今天我将你立刻斩首 来了 把这给我豁出去 刘夹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 走吧走吧黄先生 千八 黄泉怒吼一声都叉声了 中共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迎接刘备 说的这下来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上 蹭蹭蹭去走一蹲行 往前爬一蹲几步 叉叉一口 就把刘章的桃子尖给咬住了 这叫嫌疑苦见了 说什么我也不撒嘴了 把刘夹向你一笑 我咋想要摇摇呢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其妖刺 气得刘夹猛着往起 这么一挺身 啪 还袍子一抖 你倒轻着点抖 车车着一切 必用 袍子尖撕下一块去 那倒不算什么 黄泉的两个门牙掉下来 那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 黄泉还想把刘章的腿给抱住 刘章抬头一脚 咚咚咚咚咚咚咚 把黄泉给踹出老远 不要理他 我们赶快登城 耽误了街 我哥哥还了得 这时候黄泉啊 跪在地上大哭 谁管他呀 刘章领着文武 刚走到城门口着 有人来到骑兵主公 大事不好 刘章领还用什么呢 说有一位大臣 自己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 他右手持宝剑 左手拿着剑出 阳祖主公 不让你去接刘备 嘿嘿 把刘章去的 竟有这等人 带我来看 他匆马到了跟前一看 城门那跟吊这个人 不是旁人 正是他手下的从事王磊 王磊啊王磊 你疯了不成 主公啊 这俯成一去不得 请看王磊建章 说着啪 把那建章扔下来 有人赶忙拾起来 交给了刘章 刘章把这建章 拿到手里这么一看 是王磊亲笔所说 建章文字不多 可是字字带写啊 看出王磊一片忠心 上面写着 一周从事臣 王磊弃绝肯傲 却问良药苦口 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情 新楚怀王 不听屈原之言 惠蒙用官 为秦所困 经主公亲密大郡 欲引刘备于浮城 恐有去怒 而无回忆义 他能攒张声于世 决刘备之邀 这属中老幼姓慎 主公之姬业 必姓慎 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 不能亲自到浮城去接刘备 你要去接刘备 你命就没了 西川也就难保了 刘备看着王磊这架势 如果我答应了他这个建章 就派人把他油打这城门上卸下来了 如果我要不答应呢 他拿一把建策吧 哦 他要砍断绳子 自己把自己摔死 你啊 摔死活该 来 出城 随着这一身令下 我按一下文武上前 怎么一 王磊一看完了 西川西湖 所以他抬手一见 把绳子砍断 可怜王磊 从城门口那摔下了一下 摔的地上是脑尖崩裂 刘央章连一眼都没看 别阿姨策马 他出城了 刘央章还难脸怒气呢 这刘央章怎么这么狠呢 他还不是狠 也不是说他没有感情 那么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这王磊就摔死了 他连看一眼都没看 要不怎么说 刘章这人他暗弱 就是说他不懂好坏 有的时候这刘章啊 是一变好心 结果呢 没办成一样好事 同时他自己啊 还没什么能力 这次刘备进川啊 他真把刘备当作手足兄弟了 他是我的哥哥 他绝不能啊陷害于我 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四川呢 你就是把他打死 再活了 我也不信 刘章这次接刘备啊 为了表示隆重带领的三万人马 光是呢 子重前两九肉就拉了一千多车 干什么呀 靠上刘备的三军呢 刘章把人马扎在了浮城 这浮城离成都三百多里路呢 这浮城在哪呢 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东 真识会刘备呢 刘备已经把人马带到了殿江了 怎么叫殿江呢 就是现在这个嘉陵江 刘京河川县这一带 叫殿江 刘备进川行军一路很顺利 那当然顺利了 青毛无犯是号令严明了 刘备说的很清楚 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 一路 谁立刻斩首 所以刘备的人马走的哪啊 当地老百姓都焚香福道相迎啊 老百姓福老邪又真心恐后 看刘备 这刘备到底是什么呀 早就知道这位刘皇叔 有的时候本的街道啊 都堵得满满的 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了 他只得下着马来 用好言安抚百姓 可百姓们更感动咯 刘备的人马一刀殿江 法政接到张苏一封书信 书信里边告诉法政 说是刘张已经领着人到福城去接黄叔去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你最好啊 跟黄叔商量商量 是乘便相同 就说把刘张一杀就完了 法政拿着这信找庞吐来了 黄叔一看这个事情倒是挺好 不过得审重点啊 现在可不能泄露 要走路点消息 那要是一中有变后果 可就不好收拾了 只能等二流相见之时 咱们是见机行事 法政把这信用藏起来 两军会于福江之上 这人马几乎都满了 一半是西川的人马 一半是荆州的人马 刘备和刘张一见面 哎呦这个亲热 刘张设盛宴款待刘备 俩人在酒席宴前一举杯 刘备和刘张都哭了 是各素钟情啊 就把心里话全说了 这哥俩就好像多年失散了的亲兄弟一样 好不容易这回算见了面了 是哭着喝喝着说呀 溜溜的喝了一天 才各自归债 刘张最欣欣的回到大寨呀 磨得他连嘴都合不上了 呵呵 这黄泉和王磊呀 一派胡言 我要听信了他们的话得耽误多大的事啊 他们又是不要我来到福城迎接我家兄长 我家兄长刘备刘玄德 真是一位仁义君子啊 多么忠诚 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啊 此次能得我兄之中和吕曹操与张罗 张松先生为我西川立了大功了 我当重赏了 说着把身上的锦袍脱下来 又拿五百黄金派专人送往成流 赏给张松了 刘张身边的几员武将刘贵 刘包张润邓贤 这么一看 我说主公啊 嗯 您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 嗯 刘张一清把两个沉起来 这话怎么想 要是以我等看呢 刘贵这人倒是不错 可是我们觉得他柔中有刚 奇心莫测呀 主公您还应该小心低谎 嘿嘿 刘张一清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 你们结果都没看见啊 我家兄长刘贝对我多好啊 那是多么慈善的一个人啊 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异心呢 尤其是对我 又真是一派胡言 不必多虑 退下歇息去吧 这几员将让刘张都给轰出来了 几位出来是仰天长叹 哎 西川哪 危险啊 不提刘张这怎么样 再说刘备 刘备喝的也不少 回着他的大寨 他也挺高兴 干坐下 庞捅进来 主公 您看今天刘张怎么样 嘿嘿 庞先生 我还正要问你呢 我家贤弟刘继玉 是一个老实人啊 嘿 这哥俩倒不错 兄弟夸哥哥 哥哥也夸兄弟 庞捅摇了摇头 主公 刘张且不说他老实不老实 他手下的那几员将 您看见了吗 刘备一听过没注意啊 他们脸上各有不平之色 我看啊 他都用面了眼神在看着咱们 眼下凡是极一群位不外 庞先生 照你这么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主公啊 不如这样 刘张今天不是请了您了吗 您明天在大寨中还席 请请他 把他请来之后 我派人把刀斧手埋藏在左右 主公您以支杯为号 您啪啪把酒杯这么一摔 咱们就在这酒席宴上把刘张这么一杀 然后呢 咱们就一拥而进成都可以刀不出窍 攻不上前 自我得西川 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哎呀 刘备听到这把眉头这么一皱 不行不行 庞先生 这不是什么良策啊 我刚和我家贤弟刘张相会 他是我的同宗兄弟 我看刘张带我是一片诚心啊 再说 我们初到蜀中恩信未利啊 要是这么办事啊 恐怕是上天不容易 离民结怨 庞先生 您这主意啊 即便我这大业成了 我刘备也不做此事 坚决不干 刘备真挺人意啊 人意是人意 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 刚才他那几句话呀 也算道破了天机 说我刚刚来到西川 恩信未利 西川的老百姓都不了解我 我拿回来就把人家西川主刘张给杀了 那我不成了强盗啊 我真的这么一做呀 是上朝天怒 下朝人怨 即便我当了皇帝 我这岛位也坐不稳道 那些老百姓都反对我 我没基础 哪能这么干 庞统依照美主公 这不是我庞统的主意 是张松给法阵来信了 信里提到的 庞统这话还没说完 法阵从内部进来了 法阵双手把书信递给了刘备 刘备接不信了 一看是连连的摇头啊 二位先生 刘济玉与我同宗 我不忍下手啊 法阵一听有点着急了 皇叔要是这么说 那您领着这么多的人哪干嘛来了 我可不止一次跟您说过 张鲁和西川的刘张有杀母之仇 张鲁随时想进兵兵取西川 您这次要是一手软 西川必被他人所得 这还是小事 如果这机密一泄露 说不定皇叔能被他人所算 人家就要对你下手了 皇叔倒不如称此天与人归之时 出其不义早立即夜施为上策 就是说天一赞许 人心归附 这是多好这个机会啊 您就听庞统先生的话 就下手吧 庞统法政俩人你言我意语 劝了半天 刘备火了 他把双手这么一摆 二位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二位的好意 我全明白了 可是我出道蜀中 我绝不能行此事 不管你们二位怎么说 六倍是坚决不走 这二位只得退身出来了 法政一想这可怎么办呢 由皇叔坚决不忍下手 这可就麻烦了 庞统想了想 小只 你回去歇息吧 我自有道理 庞统想了个办法 他派人把魏延找来 魏延一见庞统 军师换过哪旁使用 文长将军 明日主公与刘长还要饮宴 九十宴前将军你最好事 如此如此 魏延一听 哎呀 军师啊 这么做 主公能答应吗 哎 文长 事已至此就犹不得主公了 魏延敢当插手实力 封印 第二天刘备果然欢喜 宴请刘长 刘长老早就来了 他那几元将也跟来了 刘长本不想带他们 你们跟我干什么去 我哥哥请我喝酒 这几个将军谁也放心不下 不管主公您怎么说 我们必须得跟着您 刘长这个烦恼 好好好 你们一定要去那就来吧 等哥俩一见面 还是那么亲热 手挽着手啊 两个人是你给我争酒 我给你剁菜 边喝边谈 心力非常 站在刘长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 嗯 这怎么回事 他发现什么呢 只见在天堂外边 一边站立着一百名 休刀手 哥林哥怀抱着大刀 刀宽背后日 飞毛呢 真是杀人难见 决光好啊 到都市的大环子上面 拴着五四个仇子条 随风风的一吹 来回之百 看着真有点瘆人啊 张任赶囊 冲着刘贵 拎包邓贤 递了个眼色 你意思 留神点啊 就是这怎么回事啊 厅堂里边举杯言婚 厅堂外边刀斧林立 张任正站在那儿胡思乱想呢 只听在殿脚下有人喊了一声 主公与刘一舟饮酒 其间无以为乐 毛不才 愿无见为戏 说的话 吞吞吞 从天堂下走上一个人来 大伙一看啊 这员将军怎么这么威风 真的面如众走 黑眉朗目 海下飘洒成人 永远一看啊 跟光宫长得差不多 正是大将魏言魏门长 他说的话 一下找宝剑就抽出下来 就在宴前五生剑了 说是刘章一舟啊 和我家黄叔刘贝 喝酒这酒太没意思了 一点乐趣没有 我给你们练汤剑你们看看 魏言这一武剑呢 只见堂下那些武士尸瓦啦 那大刀都能够着了 全在手里擒着了 嗯 张任一看就要干什么 魏言武剑祝乐 这倒是个好事 可是这剑捂着捂着 怎么一个劲儿的让我们刘一舟跟前凑合呀 哦 武剑为名啊 想要行事 这怎么得着啊 张任想的 啪的一声 他把宝剑也撑出来了 武剑必须有罪 我愿与魏言将军同龙 说得强了 魏宝剑就把魏言的剑给封出去了 两个人你来我往 在宴前五声间 这时魏言赶忙处刘峰使了个眼色 刘峰就明白了 赶忙一抬手 宝剑就出狭了 他也要参加武剑 刘张手下的那几员大将刘贵 刘峰邓前一看你们要干什么 我看呢 咱们同一无望 这几位 也把宝剑全亮出来了 九席宴前是刀工剑影 一片杀鸡呀 你们再看刘张 走作一团了 吓得脸都绿了 你们被急了 他冤一下挺身站起 趴在酒杯子里一推 从他那一下 把宝剑就抽出来 他往刘张的跟前一站 气得刘贝脸都红了 你们这算合意 为我家贤弟刘张 在此先风畅营 并无歹意 今日酒席 又非是当年之红人宴 我们用不着武剑 武剑人若不立即弃剑 我当讲其推出 成熟 你不接受 什么换 正好 我上次导臣的 感谢观看